赛马活动明年结束的消息传开后 猎马师协会今天召开几集会议 探讨马修旗下雇员及马匹要如何的整顿 受影响的雇员约有500个 马匹则有700只 由于这些人员不隶属于赛马工会 也没有参与工会 未来去向变得不明朗 记者陈韵儿报道 冠军骑士郭伟红10岁就开始骑马 已投身这个行业近20年 他不受聘于赛马工会属于自由业者 接下来只能考虑出国发展 入行6年的见习骑士费兹 也打算另寻出路 投资近80万元 拥有11匹马的马主受访时感到意外 预计将蒙受巨额损失 管理马厩的22名列马师则召开紧急会议 探讨要如何安顿旗下的雇员及马匹 练马师协会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继续展开会议 寻求可以提供帮助的管道 并且探讨在接下来是6个月内如何安顿旗下的员工及马区 新加坡赛马工会回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将在两大方面协助马主 包括鼓励马主继续让马匹参赛 直到最后一场赛事 此外也将协助他们出口马匹 至于练马师 赛马工会将协助他们联系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寻工作 新加坡老商职工联合会 自鼓励受影响的人向职总就业与培训中心求助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